今天要介紹的房型 三種房型 一個比一個更漂亮 不要錯過囉 大家好 我是Ethan 那個賣房子的小鎮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認識我 我是一個在南加州的全職地產經紀 那在這個頻道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南加州漂亮的房子新房 那如果你是對南加州房子很有興趣的話呢 你叫我的微信 打我的電話 我的LINE會在這邊喔 OK 好 那今天要介紹的房子是在奇諾這個城市 在Chino 它是在Chino Preserve這一塊的新建案 那這個建案呢 跟我上一次介紹這個挑高到二樓客廳的那個建案 很靠近 就在旁邊一個社區而已 比其他我之前介紹 Preserve的社區還來的好一點 因為它社區的周圍並沒有高壓電纜 那它呢 是在 Preserve這個社區比較外圍的部分 這裡的房型呢 總共有三種 那它們都是這一種detached condo的房型 那雖然是detached condo呢 但是 1號戶型跟3號戶型呢 它是有自己 屬於自己的driveway的 所以你車子除了停自己的雙車庫之外呢 外面還可以再擺兩台車 那它最小戶型是從1940匙 它是三房 你也可以做成四房喔 三房之四房 2.5玉至三玉 雙車庫有driveway的 它上一期的起價是713000 那2號戶型呢 它是2200平方英尺 兩層樓 雙車庫 可是這一個是沒有自己的driveway的 它裡面是四房三玉 那上一期的價錢是725000 那第三個戶型 它的室內面積是2465平方英尺 那它可以是四房至五房 3.5玉至4.5玉 雙車庫 兩層樓 然後有自己driveway的房子 那小鎮這邊要特別提一下 雖然它是detached condo 它後院的空間其實還不差喔 那這邊的HOA呢 是213 你可以使用所有preserve這邊的clubhouse 然後公園跟這邊的所有的設施 那這邊的地稅是2% 是有新區開發稅的 這裡的學區算是學區房啊 那小學8分 中學8分 高中可以去Chino Hills的9分的高中 這個社區呢 總共不到70棟房喔 差不多時期就賣完了 所以 如果你們是對這個社區的房子有興趣的話 趕快跟小鎮聯繫 那這邊 這個房子 這裡是要排隊的喔 不是禁價的 所以越早來越有希望可以買得到 那廢話不多說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在看房之前先訂閱一下 然後看完之後覺得 影片不錯的話呢 幫我按個讚 這樣子YouTube會推廣給更多的人來看我的影片 好 那我就去看房子去囉 喔對 今天的房子呢 我最喜歡的是三號房 你喜歡的是哪一號房 留言讓我知道 OK 好 轉過來這邊就是這個社區的 三個戶型 這是二號 這是三號 這是一號戶型 所以他們這個排列方式就是會像這樣子 那這個二號戶型呢 它是沒有Driway的 可是呢 它的 一號 這是一號戶型 跟三號戶型 它都是有自己的Driway的 這個一號戶型是我們現在要看的 這個這個Model 那你有看 它現在 Garage的部分 它是做成 Sales Office 可是之後會是車庫 然後這個車道是這個屬於這個房屋 房主自己的 那一號戶型 它是 三房2.5玉 然後加一個墊 可是呢 這個墊呢 是可以 把它變成 樓下的這個套間的 好 那我們從 大門進來 轉個圈給你們看一下 這邊呢 是它車庫進來的地方 然後這是大門 那我們有看到 它一進來的左手邊這邊 這個 空間 還蠻充足的 它現在是做一個Dent 一個書房的一個形式 可是呢 你只要加差不多4000塊 就可以把樓下這邊 這個空間 把它做成 樓下一個臥室 而且呢 可以把我們看到的這個 客用衛浴 把它做成有Shower的 地方 就下面就有一個套間出來了 好 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空間 它是可以改成 第4個房間的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 往下看 這個房子呢 它是兩層樓雙車庫 1940匙 這一個戶型 他的一個特點呢 就是 接下來這邊看到 調高到 2樓的 這個客廳 OK 而且這個調高到2樓這個客廳呢 給你們看一下 是很舒適的 它上面這個 開了很多窗 而且它這個樓梯還是做這種 樓空形的這個設計 很舒適的 而且呢 我們有看到它這邊 這個層高呢 它是9尺的層高 我們看到這邊它餐廳的地方 它並不會 因為 很 憋屈 它是有設計一整塊出來這邊 這一塊就是給這個 飯廳的地方 而且我們有看到這一排啊 不知道它開了多少的窗 非常的好 我們華人就喜歡這樣子 就是窗 開越多越好 越明亮越好 好 接下來呢 在房子的這一端 這裡 這一塊就是它廚房的部分 它廚房有一個 中島 那中島這邊可以放三個椅子 那這邊就是它 L型的廚房的設計了 看它的檯面 廚房也是蠻夠用的 雖然說沒有pantry 可是 它的櫃子還蠻多的 那在這裡呢 雖然說它是detached condo 可是它有自己的蓋位 而且 另外一個亮點是你看它 它的後院這個大小 我們通常detached condo可能 外面後面就一塊小小的這樣子 可能出去這個透個氣的地方 可是這看起來這個 後院的空間是蠻足夠的 它一般通常這個D Lock size 會在3000-3500左右 3號戶型會是最大的 好 這空間 下面 真的蠻舒適的 接下來我們上去看樓上囉 這個是一個 樓梯下面的 儲藏室 看一下 也是蠻深的 蠻好 放東西的 好 Let's go 這邊這個空間真是太棒 好 那 二樓呢 這房型它是沒有loft 上面就是房間 那這個是主臥 我們轉過來這邊呢 就是它另外兩個 側臥跟它的公用浴室 在這一頭 好 這是它的 二樓的公用浴室 長這樣子 它是帶澡盆的 單洗手槽 然後旁邊這邊是 其中一個臥室 哇這側臥 空間不小喔 比一般我們看到的側臥稍微在 長一點點 你看床放下去 還有這邊的space 好的 那我們再繼續走下去呢 會先碰到 這邊一個 洗衣機烘乾機 放的地方 還有放一些櫃子 洗衣房在這裡 然後 這個是 OK 放衣服的地方 第二個側臥 看一下 第二個次臥大概是這樣子的大小 我們看過去 這邊 有沒有看到 他這個地塊是還蠻不錯的 雖然是在 Chino Preserve 在這裡 可是 但是呢 你是 看不到 電塔的 OK 這個是這個房間的walk-in closet 好 那兩個側臥在房子的這一頭 他的主臥呢 是在這一邊 這就是他的主臥的空間 OK OK 所以這個是主臥的床頭 然後沒有看到 面對這一塊呢 他就是一面牆 他不是一個廁所的entry 接下來這裡是主臥的walk-in closet walk-in closet OK 好 好 然後這裡 接下來要看的就是他主臥的浴室了 主臥的浴室 非常的規矩 非常的方整 Doorsink 然後這邊呢 是他 泡澡的地方 然後他shower的地方在這裡 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之後要蓋的地塊 一片 都是平的 沒有墊塔 非常的好 OK OK好 所以這個房子呢 他是 樣板間我們看到的是三房 2.5玉 可是呢你加4000塊就可以把樓下那個房間變成四房 然後三玉 而且你看 下面這個 調高到二樓的空間 客廳這個 這一塊真的還蠻不錯的 我喜歡這個建商 他把這個室內 的空間都用得非常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去看下一個戶行囉 我們去看二號戶行 Let's go OK好 那接下來 甚至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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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